这盘棋讲解是破金沟炮 2023年的市井赛 上盘棋说到 孟城差点被田河所杀 有其有认为孟城比较水 其实的话 田河这次是一匹黑马 很多人可能不信 他今天又战胜了黎德智 咱们看一下第五轮执行对局吧 开局是先知路 对金沟炮 这样的话 红方飞向比起风马 黑方跳马之后 红方跳边马 黑方出局 红方则一带牢 对方巡河局 马上要对 对方当然是不对 这个棋 红方先上马 黑方进行了飞向 红方就走巡河局 对方拐脚马 红方先打一个 这儿的话 对方进足 那接下来 红方选择平炮 先要出局 黑方这时候进了一个边足 他是怕红方两个炮会合 所以就停起来 此时红方来了一招平局要对 黑方的正招就是不对 你吃马我就进足 双方对杀 但实战对调 他认为这个棋充足是先手 师则这个棋是后手 红方一飞向之后 下一步棋 人家可以出去吃你 鞠高顶下 这马可以随时上 黑方这个棋却是憋屈 但他浑然不觉 等他后知后觉以后 人家就牵住他了 一旦被吊住 对方就还不了手了 所以他只能选择邮队 简化局势 即便是如此 那红方打对方的足 黑方打出来吃一个兵 红方选择下击炮 牵住他 控制对方双马不动 那对方在棋子憋屈 他也是把红方马制住 红方一个马可以上 黑方就退回 就担心他打下一张踩马 然后这个棋 红方调整马位 黑方上马要踩炮 红方给他摁住 你敢上打你中足 黑方先不是 红方就冲中兵 反正你不能上 上来打你中足 两个马不活怎么下 他选择退回要对 红方到这还不对 退回又打边足 这运子相当灵活 上一次说到 田河代表美国是 草率了 看错了 因为每天很忙 腌你有点花 其实田河代表是英国 怎么看 现在你上马人家一打 打个像 到这他不怕你 因为红方这个棋 特点就是多兵 对子 对完之后 破你个像 到这 红方的优势 就越发的明显 黑方踩马 先要反击 红方顺势一将 这边又吃个像 将来还有马到底线 下底砲砲砲砲杀招 所以这个棋要注意 这儿的话 他先穿一将 想偷袭 那红方上去了 黑方试图三子追杀 那红方这棋 就先上马 对方一将 这边就卡住 到这的话 一副当官 对方万副抹开 红方现在 就没杀对方了 黑方这时候 先来了一将 看你怎么走 那这儿他就上去了 因为你下来的话 跳马一将 可能你要打马 先上去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这时候要解杀 他先将了一局 最终是进老将了 这时候红方顺水推舟 底线一将 若是的话 这里就出老帅 这个棋其实 他一将吃足也中选择 只不过他想回马一将 等他上市 跳马 有一个杀招 所以骗对方 那对方这个棋 将军 红方刚好可以回马 真想杀他杀不到 现在人要杀你 所以他退回一将 红方就上去顶住他 黑方在这儿 选择平炮过来防守 他不甘心上来 上来的棋太危险了 接下来这戏 红方就回马一将 通过以攻带手的方式 准备将军 就人多欺负一少 对方进炮 是不想对子 那红方一将 落实的话 这边上马 到这儿 黑方选择择法是退一步 想要重炮偷杀 红方这个戏 先回马一将 黑方就上 然后的话 退回抓着炮了 对方就退 这样的话 他把势给打了 那你将军 他就回马 所以红方这个马 运得很好 黑方总是杀不到 到这儿 看似厉害 实则是有惊无险 他出老将 想要吃炮 那这起 就上马 继续打马 把他赶走 黑方先品炮一将 红方就上马 黑方再将 又退回 这样是没有用处的 最终他决定 把对方马先锁住 把自己的马退回 到这儿离开险地 红方继续去打 黑方就上 红方呢 把终续又踩了 到这儿 对方呢进去 然后呢 这个棋 中兵又渡河 这棋走得妙呀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呀 看着给你吃个中兵 你还不敢吃 为什么呢 吃完之后 好像把马抓死了 狮子不忍 他一将 踩你炮 你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如果不电炮 那把你就吃掉了 你要电炮 他还可以进到江 把马吃掉 你往这儿来的话 他吃掉 给你做一个交换 这个棋 马炮双兵是必胜的 所以的话 到这儿啊 关键就是一个 反客为主的手段 很精妙啊 反千你 所以看着是兵 他不敢吃 对方决定退回 接下来这个棋啊 红方也是退回 找机会呢 就兵马腿 或者中间利用他 那么对方啊 先归位 这儿的话 红方仍然是下中炮 准备一将 吃对方的马 黑方到这儿 赶紧先捕士 红方也是捕个士 有对方赶走 那么黑方 他就平一将 想强行把红方兵吃掉 也算顽强 红方就上马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看着吃子 他还是不敢吃 为什么呢 这个棋 首先你不能打 一打的话 他掉一将啊 把炮换掉 回马一将再吃马 那你就输定了 这个时候其实 非要吃的话 要用马去射啊 这样的话 应该可以 但是这个棋 结果就是红方 他马破双兵 人多欺负人少 最终对方还是要输 所以的话 问题是在这里啊 那么到这儿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呀 这个棋啊 那你要吃人的马吃 但是最后 你人少还下不过他 最终他决定啊 进一步不跟他换字 找机会再吃 看你怎么逃吧 红方这个棋啊 走的是回马 这招棋啊 给对方吃个马 什么意思呢 看着好像啊 有便宜 其实你吃他 平一将把你吃掉了 这是个换器 刚才马炮都不行 人家马炮双兵 更何况你剩两个炮了 那更不行 所以对方一看 那不行 我得跳江 这样的话 红方反江 经典 对方这个棋啊 像抽子没抽到 到这儿人还吃他炮 他不得已电中炮 看似担子炮 好像不能吃 红方就简单给他吃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就认输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啊 现在红方可以呢 黑方只能打 红方有一个冲兵 锁上就行了 对方没骑走呀 那么你现在跳马 想吃兵 他兵就冲了 到这儿的话 你将军 又想去吃兵 红方就把炮踩了 黑方一打之后呀 红方到这儿啊 只管冲兵就行了 黑方现在这个戏被围啊 红方踩掉 黑方一打 红方到这儿一冲兵呀 对方就认输了 因为你再走的话也没用 现在你即便可以吃一个兵 他现在跳江之后呀 随时就可以破试 最终一是他也过 现在就是马炮双兵 对你马炮 你根本下不过他 所以离得这儿啊 不得不去打成招 这盘棋啊 田河活胜 果然是皮黑马 厉害